特点起响应应援市庄运 请起动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 与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龚雅文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5市庄运招募 签加特约商店应援活动正式起跑 为了迎接数万名国内外选手及观光旅客 希望邀请规划有比赛场馆的六县市 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桃源市 与新竹县市的店家及市场业势摊商 攜手成为特约店家 共同为市庄运加油打气 也希望带动国内的观光旅游 第二个县市是有比赛的场馆 所以当然大家就近在比赛之余 就可以去消费 但是的确我们的市庄运 它是一个观光赛事 所以它就是要带动台湾的旅游 那尤其市庄运刚刚也提到是 我30岁以上都可以报名 所以它们一般来会稀加贷券 所以也不会只在这六个县市 它又会到别的县市去旅游 所以我们如果全台湾愿意来加入特约商店 我们都欢迎对不对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所以把它当作我们明年台湾最重要的盛事 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有这么多在台湾深蹲的店家 实际上可以让更多国外朋友 甚至来自于各县市的朋友 能够认识我们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这边 虽然有州总会长的一个保证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店家跟我们一起来 希望我们都呈现一个很有活力 而且呈现我们的品牌特色的一个赛事 其中卤肉饭连锁名店胡须章 其同样有数十家分店的运动用品 专卖店摩曼凳等十字家 包含美食娱乐 其购物的知名品牌店家 抢签提供应援优惠 从即日起到11月18号 已经报名的选手凭缴费证明 即可到这些店家兑换优惠 另外一般民众只要到首发应援店家 像助理主持人示范这样 喊出世壮运应援口号 也可以享有应援优惠 各位来收听 我们提供的就是 肉肉包 就是胡须章黄金 滷肉饭的滷肉包 然后你们要两包 我们就送一包 抢签 抢签有红豆啊 还是你要去木耳 就是银耳 两种选一种 我们的首发应援的特约店 在双北跟其他线市 总共135个分店 就来共同的来响应 这个首发应援 因为是帮世壮运暖身的概念 所以大家记得签几号 10月18 就会准备开始 一个月的时间 好记得呢 选手可以拿你的报名的 这个玩 报名的一个一个一个信件 或是呢 民众也可以一起 你只要去 有这个恒星就叫什么 惠世壮运加油 我爱什么运动 马上就有加码的一些优惠 因为我们预估是连 就是包括说随行的职员啦 或者家人啦 总共我们当然希望 目标是可以有4万人 包括台湾本地 跟从国外来的朋友 所以呢 它能够造成的消费力 当然是很大的 那而且呢 从过去我们看到其他国家 举办市状运的时候 真的都是 有一在观光消费这一块 会是它很大的附加价值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大家把它当作一个 加年华 因为这个赛事 跟一般的运动赛事 比较不一样 它是比较欢乐的 比较永续的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方式 除了赛事 其实它赛事交朋友 那最重要还是是 到处来参观我们台湾的美 享受我们的美食 来购物 来娱乐 来观光 2025世专运也特别推出 限量3000张的好玩卡 初次好玩卡就可以享有 大稻辰 永康 猫空 与西门四大商圈 超过80家 合作商店的优惠 更结合 四壮运运动场馆 所在县市 及周边共20个 热门景点门票 与特色体验活动选项 吃卡可任选 三个景点或体验 加上本身具有的 悠尔卡功能 让您一卡 就能畅游北台湾 想要一卡搞定 四壮运应援 手脚可要加快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二 三 三 谢谢 大便 大便 大便